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是SERVER1 這台是SERVER2 SERVER1呢有個IP 它的IP是90.101 SERVER2是 90.102 好那這兩台機器呢 主機這兩台實體機呢 我們可以點它的網路卡 可以看一下它本身只有一張網卡 所以一張網卡 那一張網卡呢要給我們的 虛擬交換器來用的時候 那你就要看一下這台網卡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網卡的名稱 就是以太網路 那名稱叫ManchoSoft這個 這個基本上 我們把它當成是實體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透過我們的 好我們來選取我們的 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好這個虛擬交換器管理員裡面呢 我們目前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虛擬交換器 所以呢我們裡面的這個虛擬機器呢 它要選 要選呢 這張網卡的時候呢 是沒得選 這個呢 網卡要選哪個 交換器出去 是沒得選的 所以說呢 在這邊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就要先去設定 我們的 實體機 裡面的Hyper-V 管理員裡面呢 要去設定呢 我們的Hyper-V的 虛擬交換器 那我們有提到呢 當然你要讓兩台去連線 就要把它設定到外部 那外部呢 點一下 我們按下針對外部點一下 按下建立虛擬交換器 當然這個是一個名稱 等一下我們來填 你就看到這裡一個外部的網路 他能夠透過我們的網路卡 就是這張網卡 然後出去 好這裡呢有一個叫做允許作業系統共用詞網路界面 這個意思是什麼 作業系統 管理作業系統就是你的這一台機器 這台機器 這一個機器 就是你的本機這台機器 那這台機器呢 現在還沒有設成 虛擬交換器的 是不是這張網卡是有IB 這有IB 他就是管理的網卡 我們呢 外面是不是連到 00121 是連到這個101的IB 那我今天如果設了交換器之後 很抱歉 這一張網卡就不見了 這個IB就不見了 所以呢我們在設定的時候呢 這一個 遠端桌面連接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 不能用的時候呢 那你就沒辦法去管理 遠端管理 你就要跑到主機面前 去管理 是不是就這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 因為你只有一張網卡 因為你只有一張網卡 所以我們要把 網卡 給 虛擬交換器用以外 我再讓他虛擬一張網卡出來 讓我的作業系統也可以用 所以呢 通通是共用這個網卡 當你如果有兩張網卡呢 你可以不要共用 就把這個打勾拿去 如果這個打勾沒有勾 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我這一張網卡 從原來可以設IP的利用 變成通道了 變成交換器來使用 所以他就不能設IP了 這樣了解意思 好 所以呢 因為我們只有一張 我必須要能夠管理我的 主機 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打勾 那平常的時候要把它打勾 如果你有兩張以上的網卡 可以不用打勾 有一張已經是管理IP了 另外一張多出來是不是 就可以不用勾了 這樣到為止吧 我拿我們現在的給你看 現在是不是我們現在 原來的 原來在工作的 還沒有管理的 是不是我們以前 是不是有一個虛擬交換器 一個是內部 內部不用選網卡 是外部 我是不是叫各位選擇一張 X5是0T2 對不對 這裡我就叫各位不要勾了吧 對不對 不要勾因為你本身 已經有網卡在這邊 那我們的網卡是哪一張 我們網卡呢 現在是本機的 是另外一台機器的 我們的網卡呢 是不是有一台 這一張網卡 L219 這張網卡已經有設IP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呢 IP4已經有設定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呢 剛剛那張 X5是0呢 是不是這一張 這一張 那這一張你可以看到 他你今天設定通道之後呢 他本身這些協定通通關掉 沒有打勾 只勾選了一個叫 多勾了叫 HyperV的一個 外部的虛擬通道 交換器 他就給 我們的HyperV 當成交換器來使用 所以這一張網卡就是給別的虛擬機器來指定說 走他這台 這一個 網路卡來打規通道 然後出去的時候呢 透過他出去 那我們呢 回顧後來呢 回到現在的一個 剛剛的一個問題 我們回到剛剛的問題 我們遠端連到現在是21 我呢 只有一張網卡 我又必須要遠端去管理 所以我必須要去設 允許做一張共用式的 這個勾選不是一定要勾 知道嗎 如果你已經有網路介面卡了 已經有額外一張了 另外一張要做的時候就不用勾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必須要勾 不然我這個遠端桌面就連不到 好啦 那你把勾了之後呢 按下確立 當然我再改一下名稱 這個呢改成90 外部 好 這個虛擬交換器 好 好這只是一個名稱 好這裡呢改了之後呢按下確定 好 你看這邊會中斷 這邊才告訴你這個問題 確定 好我們就來讓它去設定一下 好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 這畫面是不能動的 所謂不能動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這一台 連線已經斷掉了 知道吧 因為剛剛的這一張網卡 本身的這張網卡是不是有IP 對不對 那現在它是指定出來了 然後又模擬了一張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一張 現在又連線上來 有沒有看到 他剛剛IP是不是設定在這個以太網路 好 剛剛呢 他在設定 剛剛在新增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這一張以太網路有沒有 按右鍵選內容 沒有IP了 對不對 沒有IP了 他已經沒有勾錢了 那你看一下呢 我們他是不是新增一個叫90外部的 虛假器的一張網卡 然後這張呢 點兩個 按右鍵選內容 看一下 是不是IP跑到這邊來 那這一張網卡呢 實際走的時候呢 是透過他出去 這張是虛擬 虛擬出來的 這張才是實體機器上面裝的 所以呢 這張網卡 就是我的 這個作業系統 這個連線 看到 我的SERVERE的連線 是不是連到這個IP 對不對 這個IP的網卡 這個IP網卡是假的 虛擬出來的 然後呢 出來是透過什麼 我們的實體網卡 知道吧 所以呢 透過我們實體網卡連進來 來管理我們整個作業系統 這樣呢 等一下之後 你看就連上 好 那你連上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SERVERE 對不對 SERVERE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開啟 對不對 在我們的連線這邊 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來看 原來是沒有 沒有 網路卡飛行 網路卡沒有虛擬交易飛行 現在來看一下檔案 設定 網路界面卡 這個光源片已經弄好了 對不對 看到了 就趕快把它指定為5 指定5 對不對 好 網路界面卡呢 看一下這邊 我的界面卡是不是要 連到我的交換器上 所以我們有一個虛擬交換器 是不是有新的叫90外部交換器 點他 喔 就是呢 當我這張網卡 指定到 這一個外部交換器 90外部交換器 按下確定 好 這一個呢 虛擬機器呢 已經指向了一個 我們的一個交換器之後 那這個以太網路呢 你可以看到 他的網路卡 就會出現 讓你去設定 本來是不能設定的 插插的 沒有交換器的 現在呢 他正在辨識 那我們就要去設定他的網 IP 這個就是 已經就變成一台電腦 對不對 是獨立一台電腦 只是他是虛擬機嘛 對不對 好 那你就要去設定他的IP 那這個IP呢 可以透過外部的網 交換器出去 他就跟外部能通 所以我這邊呢 可以去什麼 設定一下 給他IP 192.168.90.103 好 192.168.90.103 254 那我們的 我們的DMS如果你設的是外部的 他外部的 因為他能夠出去了嘛 所以你設了外部之後 這一台 設了A 就可以連到Internet 好 這樣就通了 好 那就通了呢 你就可以看了 我來設定一下 這個我們有 跟各位說過 提過 IE增強模式 我們來關閉一下 他就不會出現 一直詢問了 好 那我們就把IE 打開 你這台機器 就可以連到 Internet 表示你這台機器可以工作啦 好 那這台機器呢 可以連到Internet 表示你這台機器可以工作啦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功能 對不對 像你要做 IS啊 Web啊 什麼功能都可以 對不對 就把它當成可以工作的 提供給人家外面來的一些服務 那就裝起來這台機器 正在運作 就會透過呢 是我們的 Hyperby管理人 裡面的交換器 那你就可以透過看到呢 他的網卡 他的網 網路卡呢 透過這張實體的網卡出去 對不對 透過這張實體的網卡出去 那我們的管理的 遠端中的管理 我們這一台 主機的 作業系統的話 是透過這個虛擬的網卡 是透過Hyperby管理的虛擬出來 因為你打個勾了 允許 管理 共用 管理作業系統 共用詞 網路經驗卡 共用詞又怎麼共用 就當然假的出來 那你選到他 他還是走這裡出去 好那這邊呢 這台機器呢 就對外就通了 你有沒有看到 他就是在 SERVER1以下 好 以此類推 你可以看到呢 SERVER2 SERVER2 SERVER2在這邊 我們要去做什麼 一樣 跟剛剛的功能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做什麼 Hyperby管理員 我打開了 好 好 那這邊呢 是不是一樣要去新增一個虛擬交換器 對不對 因為這一台機器 這台2也是一樣只有一片網卡 所以呢 一樣 是不是一樣新增虛擬交換器 選擇外部 選擇建立 好 這裡呢 一樣是不是要選擇 這一張網卡 因為只有一張而已 不行不行 好 那當然被選擇不能用了 所以我們要把 允許 作業是一種 共用詞 網路見面 OK 打個勾了 這個功能我還是在提醒一次 如果你有兩張以上的網卡 不要勾 知道吧 因為勾了就多一個IP 了解嗎 本身只要一台機器用 有一張網卡就可以勾了 就可以用了 好 再來呢 這裡有個重點在這邊 我們是不是名稱 90 對不對 叫外部 好 這裡有一個名稱叫90 兩個都是找90的網段 對不對 當然有一個走91 一個走90 當然就沒有關係 但是呢 你兩個都走同一個地方 兩台不同的10比1 裡面的虛擬交換器 你的名稱 要設定一樣 知道嗎 你管你的我管我的 怎麼會要一樣 好 這邊呢 你看 我這邊要把它設定成外部交換器 因為我設了1 也是設定外部交換器 如果你的一個設定的外部虛擬交換器 那邊這邊沒有虛擬交換器 這邊也有虛擬交換器 名稱是不是就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取名字呢 你兩邊 都要設一樣 1 就算你有其他號碼 除非他們兩邊不會相通 如果要相通 為什麼要一樣 等一下 我們要繼續介紹的 就會知道 那這個一樣的意思是什麼呢 當我們的虛擬 機器呢 搬移到他這一台的時候呢 你的名稱是不是一樣 才能夠直接套用 這個套用呢 再等一下章點 我們就跟各位介紹 好 所以呢 跟各位講 你要設一樣 不一樣 現階段是可以用的 這樣知道嗎 當你如果要做 副本伺服器 或者要做其他的 要不要 虛擬機器要移來移去的時候 就會造成優位 好 那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 這邊就是 外部交換器 外部 交換器 點點點 那邊沒有點點點 我按確定 是建立一個新的出來 好這個就會斷掉 他會新增一個假的有沒有 對不對 假的 然後呢 等一下就會連線成功 稍等一下 好現在呢 連線成功了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呢 我這一台機器 2 2這一台 他的 交換器名稱 對不對 是不是叫做 外部 點點交換器 所以他產生一個 虛擬網卡 在我們的HyperV管理員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名稱叫做 90- 外部 -交換器 多了兩個 減號 這一邊沒有減號 2有減號 那我現在用這個方法很簡單的一個 說明給你看 這台 SERVER A 是不是設定在名稱叫做什麼 90外部交換器 好 那我這台機器如果這一個檔案 直接Copy出來 裡面是不是一個 虛擬交換器的一個管理員 裡面是不是有一個設定 對不對 那個設定的網路卡 是不是 交換器是不是 設定在90外部交換器 當我今天匯入到這一台的時候 有沒有90外部交換器 沒有這個名稱 是不是要讓你用選的 有的話就不用選 知道吧 這是直接套用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呢當你在翻譯的時候呢 你是避免一些錯誤 當然是可以用 但是你要在手動選 那針對我們後面要介紹的時候呢 你如果名稱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還要去手動套用一次 如果名稱一樣就不用 好那所以這邊呢 我這樣的說明 大概知道一下 好我就把它刪掉 改回 跟兩邊一模一樣 好按再按它確定 好 選起來 好那這一台機器呢 Server B是不是一樣也要選 設定 要選擇呢 我們的 介面卡 是不是要選擇叫做90外部交換器 對不對 來 好選完之後呢 這個Server B 好 就有透過我們的 這張網卡 當成通道出去 所以呢 我們的這台 虛擬機器 是不是就可以去設定它的IP了 好跟前面的做法是一樣的 好 以太網路 等一下 選擇 兩張網卡就要去選一下 知道 這本身虛擬機只有一個 好來 這張網卡 點一下 去內容 改IP 192.168.90.104 好 按一下確定 IP都沒有充足到 好 這樣選好之後呢 這台 裡面的這台Server B 等一下我們來改名字 好 這個B呢 設定好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一樣 我們來 讓IE先稍微把它關閉起來 增強功能關掉 好 那我們是不是看一下IE 連到Google一樣 一樣 好 它就可以連線出去了 那這一台是虛擬機 因為你知道 對不對 對外面的人他不知道它是虛擬機還是實體機 它就是一台電腦 能夠對外通信的電腦 那我們來講說要讓什麼 B跟A能夠互相能夠PIN得到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在這台機器裡面是不是要去PIN 好 那我們現在呢就開啟我們的 PIN PIN看看 TING 好 192.168.90.10 剛剛3 HT 好 兩個都能夠對外Internet 但是PIN不到 對不對 這邊一樣來 我們來PIN看 這邊呢一樣來我們來PIN看 好 192.168.90.104 HT 好 兩邊都能夠對外的不通 那你就要知道是否 防火牆是打掉 對不對 所以呢我SERVER一一射下去呢 針對我們的防火牆去設定一下 我們也教過你不要去全部開 對不對 當然你要確定一下是不是防火牆的問題 你是不是去防火牆裡面 把防火牆先把它關閉了 試試看看可不可以 對不對 但是呢 正正的工作是什麼 只要把那個PIN打開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去把它射 只要開PIN就好了 不是開全補的 知道意思嗎 好我們就針對進階設定 好進階設定裡面輸入原則 起用 好起用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A已經開啟的PIN了 所以呢在SERVER2是不是PIN他就要PIN得到 對不對 好2現在B還沒有開 所以呢我在什麼 A這台是PIN一樣PIN不到 是這樣子 你開了我差點都PIN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呢 2裡面的這台B 是一樣的去開 相同的位置 開始我們的防火牆 不要把防火牆關掉 你知道吧 這是一個原則 好 進階裡面我們真的要開的PORPIN 哪個POR 把它打開就可以 輸入原則裡面 好針對我們的 ICMP IPv4 啟用 確定 好就來看一下我們的SERVER1裡面的 這個 SERVERA是不是就PIN得到 對不對 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各位的再介紹一下 虛擬交換器 的一個 只有一張網卡的設定 設定外部 虛擬交換器的一個設定